为了节省吃饭的时间 有越来越多的上班族 会到附近的便利商店 买微波食品来填饱肚子 但是最近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 大约六成的便利商店 他们摆放微波炉的位置 都没有符合安全距离 而长期暴露在这样 电磁波过高的工作环境当中 恐怕会伤害到员工的身体健康 便利超商 常见可以微波的汉堡和便当 只要微波加热就可以吃 实在很方便 不过不说你可能很难相信 像这一类的家电 其实有电磁辐射超标的疑虑 实际启动微波炉来做测试 数据一出来很吓人 因为电磁辐射已经超过六万维瓦 微波炉打开 那这里呢 现在已经测到的值是 五万维瓦 六万维瓦 操作说明上明明写着 使用微波炉时 必须保持五十公分的安全距离 但根据台湾电磁辐射公害防治协会 对全台372家便利超商 微波炉放置位置所做的调查 发现有六成的店家 微波炉与工作人员的距离小于五十公分 约有三成的店家是小于三十公分 而且有部分的店家也因为微波炉位置过低 长期破炉恐怕会危害员工健康 甚至造成不孕 短期的这个微波的危害可能造成 一些精神疲倦 头痛这些症状 对微波炉摆设不当 有便利商店回应表示 可能是店铺太小或是新增设 才会这样已经提醒各店家改善 至于民众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 至少要距离两公尺以上 眼睛也不要直接盯着看 另外孕妇儿童老人也尽可能 避免使用或靠近 这样才能远离辐射可能的危害 记者威尔宇 许正俊 台北报道